大家好我是威哥,欢迎来到机甲传奇的第11期节目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超过835,我会立即开启下台机甲的更新工作,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,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,是来自机翼版《变形金刚》里的红蜘蛛的故事 首先,红蜘蛛原本是塞伯坦星球的一名地质学家,后来在塞伯坦星球的内战中 桀骜不逊的性格,使他加入到了霸天虎的阵营,并很快成为了霸天虎的二把手,负责指挥霸天虎的空军 红蜘蛛有两种形态,分别是飞行形态和机器人形态,在塞伯坦星球时 它是一架红色的宇宙飞行器,而在地球上时,它则变身成一台红色的F-15战斗机 不但能对目标使用激光武器,还能投放极数炸弹,对目标实施轰炸 此外,红蜘蛛的飞行速度,也是早期霸天虎中,速度最快的一个 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机械生命体,比普通的霸天虎要强大很多的原因 当它变为人形的时候,在它两只手臂上,各装备有一把激光枪 能射出红色的激光射线,对机械生命体,具有较高的杀伤力 另外红蜘蛛还是位智力超群的战略家,它总是瞧不起危震天的指挥和部署 它坚信只有自己当头,霸天虎才会强大起来 另外,红蜘蛛和威震天一样,都是冷血无情的角色 并且它们的内心都极度渴望获得权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它们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红蜘蛛总是认为自己才是霸天虎中最有魅力的领导人 并想方设法让别人承认这一点 而威震天仅凭自己的魄力,就让众多霸天虎对它为命是从 为了得到更多霸天虎的支持,它甚至还制造出了战车队 但最后的结果却事与愿违,依然无法撼动威震天在霸天虎中的领导地位 红蜘蛛虽然从来都不掩饰,它想取代威震天的野心 并且还屡次发动叛乱 不过都因它自身的实力不济,而功亏一亏 因此,它就有了变形金刚中的落迹这一戏称 后来,在一场汽车人与霸天虎的大战之后 红蜘蛛终于抓住了机会,它将战斗中身受重伤的威震天 给扔到了茫茫的宇宙,从而夺权成功 可没想到,威震天被宇宙大地所救,并将它改造成了金破天 于是就在红蜘蛛准备加冕为王的当天 焕然一新的金破天带着手下沙盗,并一炮将红蜘蛛轰成了渣 而这就是记忆版变形金刚里的红蜘蛛最终的结局